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西克一位主厨他发明的这道沙拉 也是用它的名字Ceasor来取名 这些是我们的材料 首先我会把这个Ceasor Salad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Cruton面包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Ceasor Dressing 但首先我们会把这个Corse Ladder切料放进冰水 让它泡着 等一下我们做Ceasor会有脆感的感觉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把面包切成块 切成小块来做Cruiter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个Ceasor来切碎 切成小块来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来切成小块 就是我们的砂糖 就变成小块来切成小块 它是不在心思量的 第二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巴格放在那个 麦克风来弄热 现在我们倒入牛油 再放入我们的面包块 烤到金黄色位置 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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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菇 白鹿 冬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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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麵包快變成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上鍋了 放在旁邊讓它著涼 讓它冷卻 接下來第二步 我們就做了 Ceasor Salad的Dressing 首先我們要把蒜頭 跟芋菜餅切碎 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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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zumindest 我在旁邊 有這個 也是 西西萝卜就是要加这个 antrobie才有味道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麻烦 你也可以在超级市场买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会把这个玉米放在馅里面 再放一点低筋芝麻 过后慢慢加入的石油 不是橄榄油 是蔬菜油 慢慢倒入再搅拌 再加一点汤麻酱 一点就够了 西萝卜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把koslet拿起来 记得要逆干 要非常非常的干 这样才会有酥脆的感觉 把koslet拿起来过后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块 切成小片 放进这个碗 并导入我们刚才调制的西萝卜 把koslet拿起来 要大部分 小鲜 慢慢加才能得到 水 大筋 不见 比较 三月 里面 放开 老板 胡加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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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泡沫生鸡 就到最后摆盘的时候啦 鱿鱼的时间关系 我已经把鸡蛋 黑根还有鸡肉已经煮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摆盘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把黑根气质 调 先把沙拉放在这个碗里面 倒入刚才我们做好的鱼腾 培根 鸡胸肉 鸡蛋切成一半 黑胡椒 黑胡椒 鸡蛋切成一半 你这个也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我里面 记得按一下赞 订阅分享 出去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